周老师好 感觉好 我叫威威往来自大连 你怎么回事啊 谁欺负你了 我就是觉得自己 特别委屈 我一直都是被我男朋友 当小公主一样捧着的 可是现在她就让我变成这样 我觉得自己太可怜了 稍微缓一点 拿点纸给她 威威 来干嘛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搞清楚 这根头发到底是谁的 哪呢 一根女人的头发 你怎么能证明她是女人的呢 我男朋友她头发是短的呀 我看看啊 稍等一下 还有黄的 还有卷子 我放进去啊 证物是吧 嗯 哪找到的 证物男朋友在她家里 所以我曾经知道 有什么回事吗 什么时候发现了 一个星期前 他们家最近变得异常的干净 而且她的衣服都有 都洗干净 叠好运好 放在那儿 也许就是有人帮她 打扫终点工吗 她不会啊 她从来不请她 她从来都觉得 你问她请了终点工 你问她请了终点工 你问她 有什么事情 她是变成的 Spot 我理解那是她工作 但是 我就是想要 让她亲口跟我说 兄主这头发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不是一根头发的事 它是有很多事情串联在一起 这个头发只是一个爆发点 你就说她之前很麻 她发那么多信息 然后就发一个字 忙 对不对 她没有以前关系你的 这洗衣店 她的卧室谁会去打扫 以前不爱干净 突然爱干净的 很多很多疑点加在一起 突然找到头发丝 她不是说因为这件头发丝 而去怀疑她 凭借一根头发 就质疑一个男生有没有事 我觉得这太扯了 床单 被罩或者是衣服 可以拿到外面洗衣店去洗 对吗 洗的时候很多衣服一起洗 很可能会带来一些杂物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你怎么认定 这个头发 去看谁 看你 我给你 这些我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现一根别的女人的长发 大床始终采取回避的态度 那么这根头发的主人究竟是谁 又为何会出现在大床的房间 他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微微的告白吗